在美国富人区非常多,最有名的就是比佛丽山庄了,来自是解个地的财霸,巨星和富豪们聚集到比佛丽山,炫耀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扩大他们的知名度。 比佛丽山庄位于比佛丽山脚下,和美丽的太平洋相邻,就有这样的地理位置,自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量明星钱来购买豪宅,比如迈克尔杰克市,奥尼尔,麦当纳,中国明星中的成龙,也曾在比佛丽山庄有一栋别墅,既然是富人和明星的聚集地,配套设施自然不能少。 比佛丽山庄旁边的就是定级商业街,大量全球主名的奢侈品牌,在这里都开有分店。 在这个山庄里豪车云集,街道全是超豪华的跑车,什么布加德雷罗,法拉利,兰博基尼在这里都可以看到,不过这里却不准豪车劳斯莱斯进入, 因为老斯莱斯车身长为5米5左右,可能会占据其他豪车的空间,会伤到其他住户的汽车,在这里你既可以逛商业街购物。 还有很多的美食,如果你是一个吃货,这里的米其林餐厅是不错的选择,不过这个世界上最奢华的山庄住宅,在国内只有成龙一个人有车位,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 谢谢大家